歡迎繼續回到StreetWars 我來今年睡的現場 今天來了一組團 這一組團呢其實知道他們很久了 但 看著他們名字的時候 我每次都想說 是不是有什麼特殊的念法 我沒有意會過來 我剛剛在訪問開始之前 先問了一下發現 其實就是那樣念的 讓我們歡迎G5SH Hello 大家好 我們是G5SH 我是Math 我是Lux 是不是 應該蠻多人跟我有同樣疑惑 這名字是應該有個特殊的念法 或者它是某個什麼東西的縮寫 或者它是什麼的代稱 等等等等 但發現沒有 它只是一個網址的亂碼 對 網址亂碼 就照著念 當時沒有想過要稍微改一下 讓它聽起來好像更殺一點 或者更有一個單英節重疾的感覺 其實我們前幾天去上一個通稿 好像也是說 我們為什麼沒有改這個團名 那時候那個老師說 我們這個無心插流感很重 對 它喜歡我們這個無心插流的感覺 對 這個名字的確蠻有無心插流感 我完全同意 誰講的啊 就在隔壁 的確是欸 但 顯然這個無心插流也沒有阻礙到你們的發展 就是一路到現在其實也蠻紅的啊 還可以 謝謝小蘇老師 沒有覺得自己有小紅的感覺 小紅喔 這算是寫歌會有人聽的這樣 寫歌有人聽 在這年代已經很不容易了好不好 是是是 你要知道地球上一天誕生多少歌出來 哇 其實我是很慶幸的啊 我們應該都蠻慶幸 有一點人在聽我們的歌 是是是 欸 但我要問一個問題 做電子音樂在台灣啊 其實有一個應該都有一個尷尬的處境對不對 就是自己也覺得就是 在台灣聽電子音樂的人其實不少 你去大Party其實看到的人都蠻多的 但如果要聽台灣的創作 那個比例就會下漲蠻多的 對 那你們怎麼 你們剛剛開始要踏進這個圈子的時候 其實就應該已經知道 或者已經了解到這個狀況了 欸 其實我們要踏進這個圈子的時候 還沒有發現嗎 對這個電子音樂的文化是 是沒有什麼了解的 喔 真的 對 我們就直接開始 反正就是歌先出來 那就先試試看了 是是 那慢慢才越來越知道 喔 原來我們得去 快點去學個DJ啊 或者是我們甚至要 會一點MC 或是我們的表演場地 喔 可能會在夜店這樣子 是 所以當時剛開始要做電子音樂的時候 動機非常的單純 都還沒有想到旁邊那些五光十色的事情 對 很單純還只是喜歡音樂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什麼時候 多久之前 剛剛開始第一 兩個人開始準備要開始弄 第一首歌 或剛開始的那個狀態是什麼時候 三年前喔 對 三年前 其實沒有多久之前 對 而且聽說兩位是南部小孩 對 難到哪裡啊 台南嘉里鎮 屏東方遼鄉 兩位怎麼搭上怎麼認識 我們在陳大認識的 就一起念書玩社團認識 社團也是DJ社團 或者是電子音樂社團嗎 是熱音社 那你們算熱音社的叛徒吧 我們兩個都玩樂團的以前 對蠻叛徒的 各自都是什麼團來 我居然沒有查到這一段資料 我覺得很可惡 哈哈哈哈 以前的團喔 就是 改組到就是那個團名 都有點不太記得了 是不是因為不太想回憶過去啊 我盡量不要回憶過去有點傷心 好 各自是什麼樣的團 什麼樣的風格 名字我們就孤影其名好了 好 對 好 那我的團以前是玩比較funk的 OK 我可以講啦 其實我們以前是非常口 喔 我聽過非常口耶 對對對 是是是是 我有印象的名字 是 就不是我了 我們不是同團的 我知道我知道 非常口聽起來 跟這個還稍微有點連結 真的嗎 就是那個groovy還是稍微 因為 蠻多做電子音樂 也沒有蠻多 有一些做電子音樂 他可能吃錢 就玩重金屬了 那個連結就 哇 你是怎麼跨過來的 對 就是我 哈哈哈哈 我們Math 以前玩比較hardcore一點 是哪一種重金屬啊 呃 有點80啊 嗯 那一種 是 本來就有合成器的電競 完全沒有合成器 都是吉他音樂 阿!噢!噔噍噔噔噔噔噔� . 喔!!其它要刨鴿子刨到翻過去那種 itung sch 我們那時候是因為我加入一個持續版權公司 好安全簽了約了 對 然後寫了一些歌 然後發現 哇 這個時代好像很流行EDM 其實當時是有一點點小排斥 因為以前玩樂團嘛 就覺得好像這不是真實樂器 但後來就是 哇 迫於現實處境 所以再做一下EDM好了 我就發現好像有一點搞頭 對 然後就找了Lux 一起來 然後我們兩個就在家裡寫一些demo 然後送去 那我們那時候 我們發行的第一首歌曲叫做Dongju 他本來是要寫給蔡依林的歌 然後被hold了很久 完全沒有收 我們就覺得 哇 生氣 但是所有的詞曲創作人 應該都被hold歌 hold很久過吧 喔 就跟我們先hold著 對 然後發現 欸 也沒有要收啊 對 hold 屁hold 可能後來就是不太適合 但我們最後就決定 不然我們發行好了 就是自己弄 對 是 然後發行之後就發現 欸 他這件事好像是可以做的 對 然後就覺得 好 那我們就繼續 做下去了 對 就開始了 有一天math 就跟我說 欸 我們做專輯好不好 對 我們本來發一首 發兩首 我就說 我們來做專輯好了 欸 這個 這個點子其實蠻猛的對不對 就發一兩首專輯好不好 就是 哇 那個跳得超遠的耶 跳出來耶 因為團名也是 就是那樣嘛 哈哈哈哈 等著無心擦流一下 然後突然要開始認真了這樣 對 所以一路到現在覺得這個認真應該沒有出太大的錯吧 就是還不錯 就還好有認真一下這樣 還好還好 那各自的樂團魂都還在嗎 哇 還在 還在 我們歌裡面都聽得到 是 我也覺得歌裡面聽得到 就覺得這兩個人其實不太安分啊 哈哈哈哈 就沒有要乖乖follow這件事 但 你們的EDM的啟蒙是什麼 所以或者說 我們講更寬一點 你們的電子音樂的啟蒙是什麼 電子音樂 Luxian嗎 我是Z 喔 真的 對 因為他很多鋼琴 然後很多古典的元素 是 所以我就覺得 蠻有音樂性的 就喜歡他 OK 喔 如果沒有這一些就沒有音樂性 就不要聽這一些 就是會相對沒有那麼有趣 我覺得 因為有時候是 他的東西 會給你不同色彩 你會覺得不無聊 喔 你會比較偏好這一種呢 他不會只是在Party OK 他也可以一直Radio這樣聽 了解了解 那你呢 我的啟蒙老師就是Lux 因為我那時候跟他說 我 我討厭電子音樂 然後他就傳了Z給我聽 我就 哇 太有音樂性了吧 喔 真的 對 其實是我先開始那種 喔 所以其實搖滾背景的人 其實都有一點點受不了 一直懂字懂字懂字這件事情對不對 對 就是要慢手一點 對 使用多一點點音樂性 多一點色彩 多一點變化這樣 對 沒錯 好 那現在有開始接觸到比較多 畢竟你們一腳踏進了EDM這個大海 這個大海裡頭來了 是 結束了很多之後 其實我們 會有一些新的想法 就是因為以前可能 並不是 那麼常聽大量電視樂 那後來很大量聽之後發現 其實有非常多人 都是融合真實樂器 在做演出 是 是 因為這個大海實在太寬闊了 對 是 但你們一路到現在 因為中間有發聲過 因為發了第一張專輯 看起來狀況都還不錯 然後也參加了回音大賽 什麼什麼也得到很多注目 但中間就 突然感到自卑 是因為感到自卑嗎 其實是 我們發了完第一張 就想做第二張了 只不過那時候覺得自己的 就是實力不足 所以我們就各自開始 你們怎麼這麼老實啊 很多人覺得自己心虛也就不管了 就埋著頭就做了吧 因為其實我們 相較於其他歌手或樂團 他們是有在目前演出的 那其實對我們來說 我們的部分就是音樂製作層面 那如果我們還沒有把音樂製作層面做好的話 那推出一張隨便的專輯 好像有點難以對大家交代 哇你們這個是一個時代少見的良性 是不是這樣那麼多隨便的專輯 我們就不說誰了啦 哈哈哈哈 所以就覺得要停下來 是 然後去進修 對 你們那陣子都做了什麼 除了進修 也寫歌 OK 一直寫歌然後被我們老闆菲利普打槍 對 那說這個不行 不夠個性 不夠EDM這樣 所以那一段時間算是一種重新訓練 重新打回原型這樣 對 然後老闆的訓練 老闆的這樣一直打槍 有讓你們覺得可惡 我一定會做得更好的這樣 其實蠻挫折的 對蠻挫折的 一開始你會 因為你抓不太到他想要什麼 然後你就一直寫 他就一直說不行 那你也不知道哪裡不行 其實我覺得我們主音是因為 一開始我們都是先寫詞曲 是 才做音樂 那後來老闆就會開始覺得說 那其實我們是音樂製作曲項 是應該從beats或者音色開始 應該從beats開始 那我們就慢慢的才轉往這個方向 那這個轉折點對我們來說 有一點小痛苦 但後來還是蠻感謝我們老闆菲利普 因為他這樣讓我們有一個 兩個支線可以進行 因為那個思維是完全不一樣 以前搖滾團大概就是都會是歌寫好 然後大家Demo Dating 大家開始一起編 對 可是電子音樂的整個邏輯架構 完全不一樣 但你們現在應該同時擁有兩種mic set了 對 其實都會做 都會做 所以兩個人現在寫歌的狀態是怎麼樣 怎麼樣進行 可能會先打點鼓 嗯 敲點和弦 對 我們會先討論 哇這個和弦夠難 這樣 喔所以要以和弦難為一種 一種 至高標準 不一定難 但是聽起來 對 你要聽起來不能太通俗 或者是 這和弦大家被用爛了 不能再用了 對對對 對這種 想要在流行中代刺 對 流行中代刺是一個蠻有意思的說法 所以你們一直追求這個境界這樣 對流行中代刺 所以到 應該是去年吧 就開始進行了那個比較偉大的計劃 那個 以鶴為名的計劃 對我們的project crane 為什麼用鶴啊 鶴其實可以飛很遠 因為我們那時候就查很多鳥類 你也可以查波音747也飛蠻遠的 像他是會清醒 畢竟他是一個生物嘛 就是生物可能稍有溫度一點點 所以我們就發現說 欸鶴這個生物就是 因為他會吃一些種子 然後就會帶到其他的國家 釋放這個種子之後 再從這個國家 帶種子回來原本的地方 那就像我們的概念一樣 OK 就類似在散播我們的音樂那種概念 因為我們吸收了 國際的DJ的音樂 能量 然後再從我們台灣這個地方 釋放到世界 因為我第一次聽到Crain這個計劃 我想說 電子音樂用了一個 這麼 聽起來這麼不電子的名字這樣 但這個計劃其實蠻 蠻花力氣的吧 因為這個計劃就不是你們兩個 做完就算的事情 因為每一首歌都有一個featuring vocal 對 光聯絡 光版權 光喬他們的老闆跟經紀 這件事情應該就會搞死人了吧 對 對 但還好有一部分 都給我們的經紀人小關去做了 喔就是有人幫忙協調這些事情 對對對 但後來音樂製作的部分 可能還是有蠻多阻礙 就是說 因為大家喜歡的音樂是不一樣的 可是當時提出這個案子的時候 老闆有沒有說你們很煩 要做這麼大喔 哇老闆超開心 對老闆超開心 怎麼說 他說 他說我們就是要試很不一樣的東西 我們不能一直在像以前那樣 他多開心 抒情 喔真的 打造國際低血組合 對對對 這完全是國際規格 就是每一首歌都有 都有一個featuring vocal這件事情 對 哇開心到不行 但行政事務這件事情 反正有別人處理嘛對不對 對 就是感謝我們的公司 Robocats 對 但怎麼挑選歌手 因為可以合作的歌手 你們喜歡的 有感覺的 有意思的 有交情的一個人應該非常多嘛 嗯 那怎麼最後決定這些名單 嗯其實我們 隨著合約先回來 就先叫他唱好了 我們的歌手其實 跟我們都是沒交情的 喔真的 對我們完全都不認識 我們都是 這是什麼 去一個人去敲臉書這樣 類似 就是 有分不同 看不同 的人 有不同的聯絡方式 比方說 假設Julia怎麼聯絡 Julia應該 本來應該多少都認識吧 Julia其實是因為 我們都在KK Farm底下 是 對 所以就還蠻好聯絡 嗯 那如果是 像是Trezzle 他就是我 我跟Math的一個朋友 是 我們就問他要不要來玩 他就說好 這樣就好了 是 如果本來就是朋友 就很好聯絡嘛 對對對 對 但你們還照了什麼 像入圍過金曲新人的 王燕威啊這些 就是你們的名單千奇百怪 老實說 對 這樣才能造就我們的 整個專輯的那個多樣性 主要我們是想做一個 跨界專輯 是 因為我們覺得我們找來 這些歌手都是 各個曲風 就是算是 新生代比較知名的 佼佼者 那我們覺得如果找來 不一樣 像是有一些Rock的 對 老舌的 對 R&B的 那我們在這些人 碰撞之間 才會真的有碰撞的感覺 對 關於他們到底要怎麼碰撞 因為我覺得名單處理起來 就是看起來 大家都會追求 比方說饒舌也會 或者是電子音樂會 就是有滿滿的 featuring vocal的陣容 但這個合作起來 一定有很多很多 很慘烈的事情 對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聊 歡迎繼續回到 REVORS 我來今天試的現場 然後這個組合 剛剛他們自己怎麼唸 來著 G5SH 哈囉大家好 我們是 G5SH 那老外會唸成G5SH 其實也沒關係 因為其實我們對 我們懂中文的 我們就會跟他說G5SH 然後對老外 就會說G5SH 也是先逼他講G5SH 然後失敗再請他講G5SH 但應該滿多老外 會問說 G5SH 意味著什麼吧 哇 其實 沒有被問過嗎 好像真的沒有 就是他們好像都很坦然的接受 就是你取這麼奇怪的名字 你愛叫什麼我就叫你什麼 對 因為其實國外很多DJ的名字 也都是千奇百怪 不一定唸得出來 對對對 有很多字是我們根本不知道怎麼唸的 對對對 是 好 那你們也參加了那個 什麼Alan Walker的那個混音大賽 而且你們混的方式 那個是一個全球性的競賽 對 其實 對你們來說 比方說你們各自都有玩團的背景 但那跳舞的場景其實你們沒有那麼 長設列對不對 對 比方說你們兩個會約了一局去大趴跳舞嗎 後來比較長 喔真的嗎 對 回去了 完全是為了學習而去 就是看看 什麼樣的拍子 什麼樣的節奏 現場的人會跳得比較瘋這樣 對對對 看反應 看反應 那有得到什麼收穫嗎 得到什麼收穫 就是覺得台灣其實還蠻多人 主要是在Tim House 就是四四拍比較好跳嗎 對 因為128BPM聽說是人類最好跳 跳起來降落剛好 128的House 就是最安全的 就是絕對不會出大錯 沒有人會覺得難聽的 對對對 對對對 然後大家的肢體也應該都跟得上的 對 對 如果你放專門bass就會有人跟不上了 對對對 因為看別人跳舞是我的興趣 所以我把跳舞這個責任交給大家 哈哈哈哈 說得真好 哈哈哈哈 而且台灣的舞客 跳舞的比例 就瘋狂認真跳舞的比例 其實沒有非常高欸 對大概中間有一塊核心會做這些事情 對對對 大部分都乖乖站著 對或是做別的事 點點頭啊 對對對 對 所以我都覺得做電子音樂的人自己 應該要稍微帶頭跳起來一下 讓整個場子覺得好像有必要跟著創作者演出者一起跳 是 偶爾還是會稍微跳一下 有沒有去特別學習了 怎麼帶大家跳舞 真的假的 老闆有嚴格要求你們做到這件事情 強烈要求 其實他們蠻要求我們的肢體的 真的 對 所以 從開始創作以後 現在要開始學 除了要學DJ 還要學肢體 就是希望觀眾可以更融入你們的音樂一點 對 還有MC 叫大家PUT YOUR HANDS OUT 等一下 喊麥的點很重要 通常在什麼點要講剛剛那 我以為那句話通常有一個按鈕可以按啊 但是通常我們會是用講的比較多 就是你們會是做LIVE的 對對對 你可能到音樂開始有TENSION的時候 我們就要開始做一些MC 因為很多DJ系他們都會很 大家很愛那個警鈴 我就想不要再按了 哈哈哈 還好我們都沒有再按 不要再按了 煩不煩 哈哈哈 所以這樣 開始之後會想學 你這樣你們應該做為一個電子音樂創作人的全方位能力已經應該已經很足了對不對 就是持續努力中 持續努力 還是要再加油一下 好那其實我覺得做電子音樂專輯 就像我們剛剛的這張專輯 應該最難的都是處理 各個不同的Vocal部分 比方說你們找了這麼多人一起合作 詞曲 要怎麼發展 大多數是我們寫的 包括詞 對 喔真的 所以他們真的就是來唱歌而已啊 對 有一些部分 是是是 因為我們其實覺得 上一章結束之後我們其實在思考一個點就是 我們想要做華語電音嘛 那華語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想對每一個人都有不一樣的接觸 但我們要找到 G5SH的華語是什麼 是 所以我們就覺得內容很重要 是 那所以我們在寫詞或是寫曲的方面 就花一些心思來想 我們所認知的華語歌曲 應該是長什麼樣子 想要怎麼跟EDM結合在一起 喔OK 所以你們找來的歌手 就是我本來想說 你們會讓自己稍微輕鬆一點 就是起碼Gas Vocal可以順便幫忙填一些歌詞什麼之類的 其實有 其實有 比方說像我們跟王燕威合作的一個人生活 是 他就有填詞 那當然他在唱的時候 他有一些他自己習慣的轉音 這些我們也會都放進去 就是你本來寫的時候 旋律可能不完全是那樣寫 但他自己加了一些他的變化這樣 對對對 喔OK 那誰是 我本來這樣問 我想說這樣問 你們一定不會回答 誰是最難搞的 一定不能這樣問 誰在過程中發生了比較多狀況這樣 哇這可以講 來來來 就是跟 盧莉莉莉莉莉莉合作的Lumelight 對 發生什麼狀況 因為那個副歌是全英文的 那 我們剛才就說我們老闆 菲利普老師呢 是 他就是 他就是外國人 他就是外國人 對他就是個外國人 外國人他非常care 就是英文發音 我們就在前面那整個副歌都是英文 我們唱了前兩句就花七八個小時 為什麼 因為老闆不在國內 然後我們錄完一段就要過給他 就要send過去給他 他就會聽說 我覺得這個s不夠 這個t有點怪怪的 這樣之類的 哇老闆是醬雕的 對 他像google翻養Lumelight 然後 我們重新唸 他自己哼一句過來說 大概要這樣 對 很要求 他就是方方面面都要盯到你們 對對對 可是這樣盯出來就真的比較好啦 對就是我們的音樂總監 對因為蠻多 蠻多台灣的 大概這一輩的樂團或創作者 在唱到英文的時候 就是唱一個氣氛而已 就是你認真聽就發現 哇這個英文 所以蠻好的耶 所以當時老闆找上你們簽約的時候 他是說了什麼 讓你們覺得 對我就是要把我的生涯交給他了 其實他說服我們快一年 阿真的嗎 我們才交給他 為什麼 對因為一開始出 一開始的時候 不相信哈 對不相信 因為不熟嘛 絕對這個歪國人不可靠 對 從未聽說過這個歪國人 他就一直叫我們寫歌 然後一直覺得不好這樣 我們就覺得 那這樣我們還要簽嗎 那你要簽我們 你還在打我們槍是什麼意思 對對對 其實有一些中間的故事 就是說 他一開始是讓我們 先戴頭套 然後我們就強烈抗拒 因為我們覺得戴頭套很熱 所以我們 他想把你弄成Death Punk 對之類的 還是Death Mouse之類的 對那一種 然後我們就強烈抗拒 我們就沒有簽給他 然後 他就花了非常多個晚上 找我們在一些Seven的樓下 喝飲料 然後 討論說 真的要簽給我 我們要邁向世界這樣 最後被他打動 他承諾了一個比較寬廣的未來 對 你們那時候頭套是長什麼樣子 沒有規劃 完全沒有 我們直接拒絕了 他想要讓你們遮住臉這樣 應該說 他們覺得我們身為 電子音樂的製作人 那我們需要有一個明確的icon OK 那臉是怎樣怎樣 其實不是很重要 其實我蠻同意這件事情的 老實說 對 而且我覺得Death Punk很賊啊 因為從來沒有 因為幾乎沒有露過臉嘛 對 所以他們可以大大 他們現在這麼紅 但大大方走在街上 也不會受到干擾 我覺得超棒的啊 對 而且他們可以同時接 日本跟美國的演出 我以前很想要看到 Death Punk想要全球五大洲 同時辦演唱會 然後大家來嚇住 哪一洲才是真的Death Punk 一定超男子豪了 已經沒有人知道啊 對啊 誰知道台上是誰 對 所以 這是一個 我覺得 那他對你們的想像 其實蠻大的啊 對 他們的藍圖其實是蠻跟世界借軌的 是是是 所以後來其實我們越寫歌 越覺得其實我們覺得他的Sense 是很好的 就還好有錢給他 對對對 還好有 因為我們一開始當然也是有點懷疑自己 想說 哇 這個老闆你說這個國際版圖這麼的宏大 我們辦得到嗎 這樣 對 現在其實應該有一點半道的感覺了吧 其實有 從跟Alan Walker那個時候 是 就有一點點秀到那個 好像有點國際了 對 當我們在跟Alan Walker對話兩三句英文的時候 就覺得 哇 我是國際DJ 沒有就覺得 也不是什麼三校九流的人都可以做這件事啊 是 就覺得 蠻感動的 就是一路走到現在 哇 終於有一點消量成長 那Alan Walker有跟你說一些什麼嗎 他說 在合作的狀況中 那是nice dude之類的吧 都不確定是不是經紀人打的 有可能他對每一個人都這樣 沒有啦 超有可能的 所以 到現在 現在做完這一張專輯 然後經過了這麼多不同的歌手合作的挑戰 現在應該信心比較足了吧 還不錯 嗯 比起之前那個消失 然後又重新 重新充電 然後一直被打槍的時代 應該聽起來要 更有更有信心的 可以知道接下來要幹嘛 是 嗯 對接下來的目標我們就是會比較明確 因為之前會有一種 欸那做這些歌 嗯 我們要目的或是目標計畫是什麼 是 那現在我們就是計畫很明確 我們就是想要把我們的華語電影輸出到世界這樣 所以那個輸出到世界的方法會是什麼 所以除了開始有一些跟各個在世界上知名的DJ合作之外 我們其實有安排希望說我們這次的專輯結束之後 嗯 我們能夠做一些世界的tour 在世界的夜店裡面tour 然後下一張專輯 是 我們可以發行一些英語content的東西 OK 對讓自己可以跟國際的聽眾多多接軌 是是是 對再沈澱一下練練自己的演出 是是 把自己準備好 回到剛剛一開頭講的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因為你們兩個都是玩團出生的 是 所以以前是在Live House演出 對 對 在Live House演出跟在舞廳演出完全是兩件事 對 對 最大對你們來說 最大差別跟心情上要調整 哇 這個 來來來來 不好意思我一定要先講 最大差別就是觀眾 因為以前我們在Live House演的時候 都是自己這一團看對面那一團 但是 在 Dance Floor就是在夜店 或是一些Party演出的時候 無論如何底下 一定都有觀眾 滿坑滿谷的人 對 心裡的開心 無法演喻 真的嗎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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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ce Floor滿坑滿谷的人 他們也不一定會聽你的 是 這才是 也是另外一層壓力 而且 你只要Groove 稍微不對 底下人 就會立刻 他們會Boo 就會解掉 哇 臉臭的 對對對 因為那個反應非常直接 對 一旦台上的東西不好跳 對 底下馬上就有反應了 對 就會停下來這樣 因為在台上看得很清楚 我以前以為 國小老師跟我說 我在台上看得很清楚 都是騙我的 哈哈 我在台上發現 因為 底下每一個人 他有沒有在跳 或是 他剛剛突然不跳 對 那個氣氛如果稍微降個兩度 你一定馬上就感受到 對 然後想 啊那怎麼辦 趕快救回來 對很害怕 就是會很有壓力 然後手就開始抖 對 就會開始挑新歌 喔所以 其實應該要讓所有玩團的人 也常常去 舞廳 表演看看 對 對 那個是滿好的訓練 滿特別的 就是你要跟不認識的人 他不是為你而來的 是是是 而且你只要 你只要groove稍微不對 底下馬上有反應 對 就不像 我覺得在Live House的觀眾 通常都對台上的團 滿好的 對 因為會去看Live House 就是為了他們 對對對 不會是大家可以稍微容量 今天可能狀況沒有特別好 或幹嘛的 但是舞廳的觀眾 沒有在理你這些事情的 對 你害他沒有辦法跳舞 哇生氣 對 你害他沒有辦法跳舞 然後他可能會覺得 啊這個店不好 對 喔牽扯很大 就是牽扯很大 老闆在旁邊看 喔 手抖 然後今天團 喔這很短訊 喔那電很遜 音樂總監開始搖頭 這樣 毀了毀了 完蛋了 哈哈哈哈 就是非常的戰戰兢兢 就是 我覺得是要把 原本就有這麼多人 但是這些人完全都不是 我們的聽眾 也不是我們的粉絲 我們要 如何在 這麼長的set當中 是 結合自己的歌 是 跟DJ 又可以讓他們成為我們的粉絲 就是我們 對 所以變成你們的粉絲 但是你們現在的 那個演出 通常會滿長 加上DJ加上Live 對 我們會 其實並進 喔真的嗎 現在兩個人誰的DJ技巧比較好 誰的DJ 其實差不多 我們都在 彈鼓彈 打鼓彈吉他 哈哈哈哈 所以一路練到現在 像那個 如果加上DJ set 然後加上Live 這樣一個set會多長 通常 一個小時左右 喔 真的比一般的團 稍微長一點點 是 對對對 從半小到一小都有 是是是 好 G5SH最近交了一張新專輯嗎 是 叫做Project Cran 沒錯 對 Project Cran 就像剛剛講的 就是他們找了很多不同的歌手一起合作 然後大部分的次去 要不然是獨立完成 要不然他們有跟歌手一起一起協力完成 但裡面當然有一些非常驚悚的歌詞 比方說什麼 和舉刀自盡啊 我想說哇 你們到底要想什麼 哇 舉刀自盡 就是算是我們蠻喜歡一首歌 這歌詞也是你們寫的嗎 是 我們跟莫子良有自己寫他的那個段落 那剩下的部分是我們自己完成的 所以現在都這麼激烈 就像你們的作品一樣 嗯 就是 聽起來是蠻激烈的 想做一個 對啊蠻激烈的你們的歌 自己的文化產生 因為我覺得 每一個音樂創作人都要有自己的vibe 就是自己成長的背景 是 那我跟Lux 我們都是在 剛才說的我 家裡正 方廟鄉 的小孩 屏東跟台南 對所以我覺得我們跟一些 在台北認識的朋友 會有一些不太一樣的生長背景 那我們想要把這個背景 描寫來這個故事裡面 是是是 也是想鼓勵大家 是 然後順便寫一下自己的成長過程 而且蠻多 也蠻少電影處理到這個 這個題材的 這一類的事情 對 所以我們就覺得 這個特別可以跟大家分享 是是是 其實就是 就當你面對一些困境 或是不得已的狀況 是是是 那其實我們還是期許大家 是 因為我們英文的名字叫 Back to Heaven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 就是可以藉由這首歌 聽完之後 就讓自己 回到一個比較好的狀態 是是是 那什麼時候 要光榮回顧裡啊 就是比方說要去台南演藝場 去屏東演藝場這樣 哇我們可能要計劃一下 因為那邊好像沒有夜店 哈哈哈哈 我們可能要自己開花車過去 哈哈哈哈哈哈 等一下 屏東沒有夜店 屏東這幾年感覺很厲害 有很多文創的東西 屏東這幾年感覺很風光 很厲害 有燈會啊 接下來應該有一個夜店 有啦燈會的話 搞不好可以演一下 是是是是 那台南有夜店啊 台南沒有夜店呢 台南有很多喝酒的地方 對對對 對對對 可以啊 那可以 離開台北之後 還有哪裡有一點 台中 桃園 桃園 高雄 對 還有紐約啊 東京啊 很好 很好 就是要殺出去 當疫情一過 G5SH立刻就要做World Tour就對了 是 好我們這一集在7月11號播出 接下來有什麼活動在台灣 是可以先看到你們的 目前我們的 因為我們目前的關係嘛 所以說我們目前還在安排我們的 活動演出 那希望說可以做到最安全 又可以給大家最好看的演出 所以我們目前還安排 但是希望大家可以先追同我們的 下半年應該會有些演出 要可以等的到了啦 下半年可以 對對對 因為目前看起來 小巨蛋都要回來了 對對對 開始有復甦的 應該可以去booking小巨蛋了 哈哈 你說搶誰的票嗎 我覺得蠻好多 我很欣賞這種野心 我很希望G5SH可以很快 登上你們想要登上的大舞台 謝謝謝謝 然後專輯現在都已經數位上線了嘛 然後 接下來有任何的活動 就可以追蹤你們的粉專 上面一定都會清楚的告訴大家 沒錯 好那我們期待你們 在今年結束之前 可以有一個大型演出 好 謝謝巨偉 謝謝小巨老師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小巨老師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